辣哭了也要吃 在九州道姑娘门口有一家新疆米粉店 以前就听朋友说过 这一天终于去谈店了 很时尚的小店 粉色的片和招牌 看起来特别像甜品店 因为我自己比较爱吃 然后当时过来的时候 这边没有 所以就自己看点下 我们辣椒全部都是新疆运过来的 这样的 新疆辣椒跟那边不一样 嗯 可能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大的 然后有三种辣椒参在一起 这里面一共有三种辣椒 这个是板椒 它主要是上色用的 然后呢 所以有一种是米粉椒 它就是很辣的 然后还有一种是大肠椒 是三香的 一起熬 熬制出来 它是按一定的比例 然后配好了之后 等一下要泡水 然后把它打碎 辣椒要熬制 要熬多久呢 嗯 大概一个小时 熬一个小时 嗯 几天熬一次呢 我们基本上 两天就要熬一次 那么一大肠辣椒 那么一大肠辣椒 两天就要熬一次 就差不多能用完了 有时候每天都要熬 是吗 那很厉害 这还要放上 除了辣椒 还要放上什么呢 嗯 香料 就是有的人吃我们的米粉 会觉得有一点那种中药味 就是我们一个特殊的一种香料 哦 所以这个辣椒酱很特色的 嗯 对对对 然后就是辣椒和那个香料 就比较特别 其他的就是咱们正常用到的一些调料 所以 其实就像在新疆每一家炒米粉 味道也是有味道的 就是每家有每家的松脏 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一种 新疆米粉店在珠海多不多 嗯 我们刚开的时候 也说我们一家 现在就挺多了 开的时候生意不好 不好啊 嗯 可能大家还一下子 一个是还不知道 在一个可能也 很多人接受在广东西 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口味太重 太热气了 一年以后吧 才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这是店里最有特色的新疆炒米粉 看看这个颜色真是爆辣 邓小姐说 炒米粉的灵魂就在于 有了他们自己熬制的辣酱 再加上芹菜筋肉等等 完美复刻出了 他在新疆吃过的最喜欢的味道 这是招牌的新疆炒囊 没想到囊还能炒着吃 风味真是特别棒 真的快辣枯了 新疆特色饮料 神内胡萝卜汁 还有石榴汁 酸酸甜甜的 太好喝了 在新疆里面 很小的休息只有米粉 然后后来慢慢的才增加了这些种备 这个是微辣 这个爆辣 你也能吃这么辣的吗 我吃的是那个微道中辣的 微道中辣 我不敢吃那个爆辣 爆辣太辣 有多少人能来吃爆辣的呀 嗯 挺多人的吧 我们这还挺多人 也能爆辣的 在新疆长大去浙江上大学 毕业后曾在中海机场上班 因为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 于是辞职开启了地道的新疆米粉店 曾小姐真是一个有趣又很励志的吃货 小店收获了一圈忠实铁粉 每天外卖订单非常多 大约有100到200份吧 你们发现了吗 这个店连打包盒包装袋也是粉色的 这么一家非常pink的粉色小店 却做着地道正宗爆辣的新疆米粉 虽然差点辣多 可是太美味了 吃不完也要打包带回家 谢谢大家